至爱中华 戴德生传记第十六章 汕头及长安的艰苦旅途 传承六天到了汕头 汕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坐落在群山环抱的谷中 梯田处处 临音郁郁 这里有不少热带树木 包括棕榈 仙人掌和香蕉树 但是这里的居民与美丽的风景很不相配 戴德生写道 这里的人都很贫穷 既可怜又可惜 他们都很蛮横 放肆 文化水平远比我所见过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低 戴德生和宾慧莲都不懂潮州话 但宾慧莲可以说广东话 他们遇到一个广府人 恰巧是当地一位大官的亲戚 他见到这位洋人竟然能用广东话和他交谈 非常的高兴 就运用他的影响力 帮助他们租到一间香烛店的阁楼 作为居所 他们需要攀登一度梯子 钻进阁楼阁板的洞口 才可以进入新居 他们又用布和木板把地方分割成三个房 戴德生的房间在南边 滨慧莲的房间在北边 还有另一个房间作为书房 夜主答应在楼板洞上装上可以起盖的门 他们的床不过是几块硬木板 所谓书桌也只是把一个木箱盖子平放在两大袋书之上而已 当报话司船长来看望他们时 不禁皱眉说 斌先生 难道你们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居住地方吗 斌慧莲笑着回答 我们宁愿住在中国人当中 而不愿意置身于舒适安逸的家里 他们每月收你们多少租金呢 船长问 每月十元 哦 每月才十元 船长进不自大声的说 我每月抽烟的钱比他还多呢 有一天晚上 戴德生听到不远传来妇女的尖叫声 就追问原委 有人告诉他说 一定是那些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 就在不远有一所妓院 时常用酷刑去逼迫妇女顺从命令 这些事在这里很普遍 惊心动魄的尖叫持续了两个小时 戴德生心里想 汕头是多么需要基督啊 三月底 他们雇佣了一位老农夫 他能读书写字 不同于一般人 他主要的工作是教戴德生 讲潮州话和读书 每天数小时 戴德生的进步神速 到了四月中 可以自己练习了 有一次 他带着仆人来到山中的一个小村落 戴德生问 村子里可有教师和学校 有一个刚从田里工作回来的老农夫说 没有 去年还有一位 如今离开了 我们的村子很穷 连衣服也不足以遮体呢 他指着自己身上破烂的裤子说 戴德生很少嘲讽别人 但他说 如果你不吸鸦片烟 以及把金钱花在祭拜死人 天后和其他偶像上的话 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 你拜神拜鬼 不过求平安富贵 但却如此的失忆 试问 你的偶像如果有眼 他们会看见什么 如果有耳 他们会听到你的求告吗 如果有口又说了些什么话 他们能保佑你免去被劫 争吵 疾病和灾难吗 这时 大概有三四十人 及一些孩童围拢过来 在大榕树下聚精会神的听戴德生讲话 有些人应道 说得对 说得对 我们的偶像真的不管用 但是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拜的 戴德生说 他就是创造天地 男女和万物的父神 如果你们归向他 他就会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你们的罪 相信这位宝贵的救主吧 无论生死 你们都会得到平安和真正的满足 戴德生最难忘的就是炎下的日子 在香烛殿的阁楼里 真是暑气争人 连天花板上的瓦片也烫手 幸而戴德生想出一个妙法 把一面大扇子吊在梁上 无论睡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 只要把垂着的绳子拉动 扇子就会摇动 掀起阵阵的凉风 家里的来信也可以稍减估计 老朋友海恩波寄来好消息 他和戴德生的妹妹戴赫美将要订婚 并且计划前来中国做传教士 戴德生非常的高兴 连忙回信道喜 而且建议海恩波最好先被案例为牧师 不然世事不变 这个看法和他原先申请做传教士时 明显的有了改变 现在英行教会也是他愿意服务的机构 他说 崇拜的形式并不重要 能力才是关键 我相信在英行教会中 比在那些反对他的组织中有更多的自由 经过进一步的反省后 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建议海恩波接受伦敦会的拆派 伦敦会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藏书 会更加适合学者型的海恩波 同时也不受主教的管辖 戴赫美和史伊利来信都不赞成他改换中国服饰 令他有点失望 他回答说 如果你们认为中国服装是野蛮人穿的 中国人看英国的服装也不遑多让 如果没有这身衣服 我们在这里连一天也戴不下去 史伊利又寄来第二封令他失忆的信 他的母亲仍然反对他们的婚事 而他父亲和他本人则左右为难 这段爱情实在叫人费解 拆会有半年没有给他汇钱了 大概知道布加先生偶尔寄钱给他吧 拆会的财政状况其实也很差 以前的捐献上风 现在却入不付出 戴德生给皮尔氏的私人信中 也曾暗示他可能会辞职 这时布加又再寄给他五十磅 多年后有一位在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 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 他说他整天在外工作 回到家里两腿酸痛身体疲乏 奄奄把他的脸烫伤 长出满脸的水泡 他坐下来好像筋疲力竭似的 数小时后他又起来迎接 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练 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 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 他的影响就好比一朵花 在他们当中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有一位官员病了 本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他听闻戴德生能治病 便请人招来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 戴德生记述道 神使用那些药物 令那位官员康复过来 他甚为感激 他提议我们租用一座房子 作为医院和药房 由于他的批准 我们才能够把全所房子租下来 以前我们只能租用里面的一个房间 戴德生的药品和手术器材 大部分还留在上海 幸好有另一位基督徒的船长 愿意免费送他回去收拾和整理 于是戴德生便在7月5号 搭乘野花号离开了汕头 宾惠莲送他到码头 扬金作别 大家都对前面的工作抱有极大的希望 野花号北上的航程需用时日 让戴德生有机会稍作休息 对脸上热窗的条理也有帮助 回到上海 他直接返回伦敦会租下的房子 但一看之下 令他大为震惊 原来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他所有的药品和仪器 以及三万本新约圣经都烧光了 他想 如果要筹措药物和器具 只能到宁波走一趟 请求巴格尔医生的帮助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戴德生又收到十一例寄来的一封信 决定拒绝他的求婚 戴德生计划盐运河上杭州 然后到宁波去 他带了两只表 并用一个大竹篓 装了他的照相机 相片 昆虫标本 锦衣的手术仪器 手风琴 一些贵重的书 以及不能缺少的铺盖 他和仆人有息一起上路 走了十四天 来到一个叫石门湾的大镇 运河到此为止 他唯有雇用挑夫 把行李运到十八里外的海宁 但走了六里以后 他发现挑夫全是吸食鸦片 一点力气都没有 有息说 他要到石门湾镇上探望一个朋友 但戴德生不赞成 他吩咐有息另雇数名挑夫 说完便先行上路了 他预算在长安等他们 但苦后很久也不见他们来到 戴德生只有在一间肮脏的旅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前往海宁 看看行李是否直接运到那里 但海宁也全无挑夫及行李的踪影 他找不到客店 晚上只得在一间寺庙门外的露天石阶上度过一宵 差一点被劫 一日还是全无消息 不得已 他只有折返 中午到了长安 到处打听 仍是全无结果 在茶馆吃过饭后 他洗了一个澡 用热水浸了一下酸痛不堪的双脚 然后又睡了一会儿 休息过后 他回到两天前和仆人及挑夫分手的石门县 一路上 他省察自己 发觉昨晚忘记求神 为他预备住宿之所 一直就为失去行李而耿耿于怀 没有关怀周围还未信主的灵魂 他为此感到内疚不已 亲爱的天父 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你面前 求耶稣的宝血洗净 他一边行一边祈祷 哦 主的爱何等伟大 他记述说 我为自己祈祷 为英国的朋友祈祷 也为同工祈祷 快乐和忧伤混合在泪水之中 如泉涌出 使我忘记路途的辛苦 不知不觉间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来到石门县的南门 他停下来喝一碗茶 并四处打听 还是没有结果 不过 他仍把握一些机会向人传道 当他预算再走六里到石门湾时 便遇上原先的一名挑夫 知道有息带着行李往杭州去了 现在他所能做的 只是乘船回上海而已 船行不久就搁浅不能再动 戴德生只得在船上度过一晚 一日黎明 他重新把一天交托给神 说若为了我的好处和你的荣耀 我知道你会助我找回行李 但若非如此 总有你美好的旨意 但不如意的是正等着他 石门湾的船主说 由于水浅 轮渡在一两天内不能通航 那么一船呢 他们已经离开了 就在这时 戴德生看到运河远远一里 之外有一条异船 可能因事阻言了 还未起航 他立刻跑上前去 喘着气说 你们是到嘉兴去的吗 不是的 是否朝那个方向去 不是 你们能否免费载我一程 不行 戴德生十分疲乏和失望 故不知晕倒在草地上 当他醒来时 听到人声说 他可以说纯粹的上海话呢 那是朝相反方向走的一条大船上 一位乘客说的 他们看见戴德生晕倒 也听到他讲上海话 由于他们是来自上海 便叫人摇了小艇过来 把戴德生接上大船 大船是从上海往南驶去的 但暂时搁浅在潜水中 船上的人请他喝茶和用点心 又拿热水给他洗脚 听到他的遭遇 每个人均表同情 凡遇到北上的船 他们便扬声发问 但都不是往上海去的 我想我没有力量行路到嘉兴去 戴德生对他们说 也没有钱搭乘一船 我不知神如何帮助我 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 当他这样做 你们便知道我及其他上海教士 所宣讲的宗教是何等真确而实在的 我现在所能做的 只是随时随地的侍奉他 随后 戴德生和船长一起上岸 预算到附近的一间庙去传教 当他们朝着那边走之际 船长突然说 看 那边有只遗船 或许是往上海去的 也许是吧 戴德生应道 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的 我没有足够的钱 船长还是把一船叫停 他果然是前往上海附近的一个镇子 这位洋人是住在上海 他当声嚷着说 他被抢了 没有钱回去 请你把他带到上海附近的镇 然后雇一顶轿子送他回去 他会给你钱的 万一他不给 回头我替他付 你看我的船在这里搁浅 总会耽误好几天的 好吧 我答应你的条件 翼船上的人回答 并请戴德生上船 翼船的船身长而窄 由两个人操纵 行驶甚速 由于舱内地方窄浅 而且恐怕翻船 船行驶不能坐起 只能躺卧 但戴德生并不介意 他很高兴能够躺下静静的休息 而且平安的回到了上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